美國大選投票踴躍 亞利桑那州一處投票所 排隊人樓長到看不見鏡頭 它在這幾個小時的線上 然而投票當天 還是傳出小插曲 亞利桑那州馬里科帕郡 由共和黨籍官員聲稱 置表機出現故障 雖然強調已經快速修復 不影響計票 但美國前總統川普 還是趁其大做文章 不只亞利桑那 路易塞那州的紐澳梁 傳出有投票所 收到炸彈威脅 被迫緊急更換投票地點 其餘邮寄投票的問題 也還是爭論不休 為了避免2020 郵寄投票爭議重演 賓州法律規定 一定要在信封外 標註日期並簽名 若沒有比照辦理 選票將不被計算 美國東西按跨時區 每個地方截止投票時間 不太一樣 台灣時間7點開始 陸續結束投票 一直到台灣時間下午2點 目前美國各地陸續開票 但開票時間 除了因為郵寄選票因素拉長 加上一些關鍵州 差距可能不到1% 還有喬治亞州規定 假使票數沒過半 12月6號還會進行第二輪投票 因此兩黨誰勝誰敗 要到最後一刻才能見真章 今天新聞綜合報導